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此之间会谈一段非常激情的恋爱 尽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天长地久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需要看彼此之间是否合适 以及彼此之间是否愿意成长自己 否则再好的感情都难以做到天长地久 在后台留言区经常有很多男人问我 如何判断一个女人究竟是对自己真心实意还是剧情假意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你心中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识别一个人 而识别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她的行为表现 以及用心感受她平时对你说 说的话爱你的人会一直深爱着你 但是不爱你的人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就能够很快分辨出来 如果在相处过程中一个女人能够频繁对你说这三句话 不用怀疑她根本就没有那么爱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如果两个人想要在一起天长地久 真心爱对方 彼此之间一定会特别信任对方 在相处过程中会遇到无数的事情 而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彼此之间会相互商量 共同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大的事情 但如果一个女人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 她只顾及自己的情绪感受 哪怕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和困难 也从来不会对你说 有的时候你想关心一下对方 但是对方却表现得不屑于故 甚至还觉得你做的太多了 说出一些让你伤心的话 比如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一定会互相关心对方 对对方的事情也会特别在意 但当你想要关心对方给对方一些帮助时 如果一个女人频繁对你说这句话 只能说明她并没有那么爱你 要不是因为你有钱 我才不会找你 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 在最初一定有一个点吸引她 但是在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无论最初是因为钱 还是自身的内涵所吸引着她 慢慢的因为爱上你这个人 所以她会开始用真心关心你 哪怕才开始你并没有那么有钱 但是一旦真心爱上你以后 她也会愿意和你一起共同努力 未必是美好的将来一起奋斗 不会因此直接选择离你而去 但是如果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 女人对你说这句 要不是你有点钱 我才不找你 往往对你说这句话的女人 基本上都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家产 才愿意和你在一起相处 如果有一天当你落魄的时候 会很快直接选择远离 在以前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在和男人相处的过程中 因为知道那个男生特别有钱 所以总是缠着她 甚至想尽一切办法和这个男人生下孩子 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这个女人总是用这个孩子去威胁这个男人 想尽办法从他身上捞钱 直到有一天这个男人因为一次生意失败 最后破产了 女人也直接选择离开 再也不再有任何的纠缠 还直接把孩子扔给了她 所以作为男人需要分辨清楚眼前这个人究竟是真心爱你 还是只是因为你有钱才选择和你在一起 真心爱你的女人和因为钱爱你的女人 对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喜欢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一个真正心里有你的女人 一旦和你成为男女朋友以后 会主动和一些异性稍微保持一些距离 避免让你产生误会 会懂得照顾你的情绪感受 毕竟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和其他的异性走得特别特别近 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会吃醋 彼此之间因此闹矛盾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和你在一起相处 对你的情绪感受根本就不管不顾 甚至还和其他的异性保持着暧昧关系 你问她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直接回应你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你管得着吗 如果女人经常会对你说这样的话 只能说明并没有那么爱你 一个真正在乎你的女人 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任何的感情都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维系的 需要两个人互相包容 理解支持陪伴 当然在感情之处 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看看彼此之间是否合适的 同时在这段时间内 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对于自己的感情 有些感情彼此是真心的 但也有一些感情其实只是为了 从你的地方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而自己本身却没有那么爱你 比如有些女人可能是为了前而来 但对你没有任何的爱意 一旦遇到这种类型的 需要及时做出选择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